大家記得登記 YouTube 再開始看影片 還有記得訂閱新成才經台 YouTube Channel 李石雲 魏之浩 麥卓華 密換潮人 聽過展規宗新聞之後 回來密換潮人的時間 今天我們衝出直播室 來到一個手機的發佈會現場 不過究竟這部是什麼手機 這一刻透過收音機我先賣個關節 上來密換潮人的Facebook專頁 我手已經拿著這部 香港未開賣 不過在香港上星期已經發佈了這部手機 S23系列的Galaxy Samsung Galaxy S23的手機 上來密換潮人的Facebook專頁 今天來到尖沙咀很漂亮 這個位置簡直是北天獨口 我拍攝這個位置給大家看一下 上來密換潮人Facebook專頁 在黃昏的時間 因為我們拍攝的時間是黃昏的發佈會 你看現場多虛狠 我們特地要找個位置出來 你看我們多大面 好 我們現在看看這部機 我給大家看看 我手上這部是其中一部 S23系列的手機 中間已經幫我們爆了機 我們不如由外形講起吧 Clemmen好嗎 我旁邊有一部 先插上你的殼 上一代是S22 Ultra 跟上一代是S23 Ultra 比較一下 好 我們現在看看 如果大家想看這兩部機的分別 和大細上 後面我又不覺得差很遠 只是看見好像是正如我們節目說 你看見那三隻眼就是大一點 現在上來密換潮人的Facebook專頁 明顯那三童的童子位是大一點的 但其他細節位 尤其是Samsung的字位 都好像差不多 遠看是不覺得的 遠看我這樣給大家看是不太覺得的 我們看看整部機 本身的插手 前面可能有多些不同 有圓一些邊 上一代就是今代就是方些邊 右手邊那一部是這一代 左手邊那一部是我們自己 戴著的S22 Ultra 插卡位都差不多 沒錯 我們可以看到 連那支S-Pen都是方些 跟著設計語言 那一部是定的 現在上來密換潮人的Facebook專頁 可以看到現在 李實宏就拿了一粒定出來 其實好像方些手感 你覺得拿上手是否反而好些 拿機就是 戴了機套就難說了 沒錯 我們現在幾遍都拍給大家看看 同一時間我現在雖然是一個 還有陽光的時間 現在一幕5點多 我們拍攝的時間 不過看到畫面完全沒有影響 很清晰 我覺得它的螢幕光亮度 是比上一代 上一代感覺是暗一點 今代是鮮色的光 左邊是上一代 右邊是現在最新的S23 Ultra系列 其實手機很多朋友都說 來到這一代 應該的突破就會少了 不過你問我 其實那小小的細節 有時都挺決定性的 所以不要只看外觀 我們慢慢就再試一下不同的東西 我們現在可以先去大鏡 為什麼呢 首先我想大家最想知道的 就是關於相機的一些功能 我們看到這裡後面 其實就是一個四個鏡頭的相機 不過我們最想試的是 望客拍照的質素 我們現在就開了這個相機的模式 用一倍我們先拍照 我看到很快 不如李世宏你玩相機好嗎 我就幫你去拍近鏡 現在上來 蜜蜂潮人的Facebook專頁 現在我們可以看到 李世宏就拿著 我想我只是試了23 沒什麼所謂 我們只是試了23 好 好 我們現在就去試了 現在其實這個黃昏景都不是容易拍的 現在大家看到 我們待會可以鋪這些相片出來 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你看到其實可以看實景 其實是比實景鮮艷一些 我們外面的雲是比較灰一點 這裡是有一點藍的 它是會加了一點點 顏色下去 加了一些味精 不過整體來說 實景鮮艷 我們不如試一下 Zoom Mode 不如李世宏你幫我駕 我來做這個動作 好 上來蜜蜂潮人的Facebook專頁 這個時間我們現在 試了Zoom Mode 看看究竟 我們現在3倍 兩個鏡頭分別 就是負責3倍 和負責10倍 我們先來這個3倍的Zoom 我拍幾張 好 我們試完3倍的Zoom 按出來給大家看看 我們3倍出來的相片是怎樣 我看到 其實細緻位都做得很好 還有一個好處 就是它好像這部機 運作比S22 Ultra 還要快 尤其是在這個情況 招商那幾個字 用上了新一代的CPU 也要快一點 沒錯 我們試了10倍 10倍 很多朋友都說 應該就不太看好 不過看來又好像不錯 這個10倍 提提大家 其實就是光學變焦 所以出來的效果 其實不是插直 或者是用電腦的技術去做 看不見到招商局3個字 是非常之清楚 這也是Samsung的強項 不如我們試完2億像素 好 我們試完2億像素 這是今次鏡頭的主打 1億跳到2億 2億像素 我猜一下 應該就在設定裡面 去到我找不找到 不然就要李斯文幫忙 可能李斯文你要幫忙 現在李斯文找一找 究竟2億像素在哪個位置 上來我們不是換潮人的Facebook專頁 其實可能是 這裡很方便 不用入設定 在這裡上面 沒錯 本身是4比3 我按下去 你選2億 沒錯 我們現在來試一試 2億像素的反應 和出來的效果是怎樣 你看到圈是一陣子 要等一等才出 但都可以的 但它都會處理一下 你看到上面 即是它不是馬上可以的 那張照片 照片 它照片 它處理完之後 顏色跟它剛才拍了 跟剛才第一下曝光的時候 跟剛才的預測相片 它的預測相片不同 我們除了風景之外 不如試一下拍旁邊的景色 好嗎 上來我們問換潮人的Facebook專頁 用回我們2億像素 現在都是 是 現在這樣 有些花草 試一下拍字 試一下反應 我們現在 自轉1、2秒左右 這次還在處理 趁它處理完 現在我們試一下 我們放大出來的效果是怎樣 好嗎 大家一會這些照片 我們都會在Facebook 很清楚 算是細緻位做得好 看看花花草草 大家看到嗎 紋理也是很清楚 如果這一刻你只聽三音機 你就錯過了這件事 不是賣廣告 不過是我們試用的時候 你會看到原來2億像素 配合你的調教做得好的話 無論是在顏色 和紋理 和深度 都可以做到 其實葉子很小 可以移動到很近 都是看到一些細節 當然這是假的葉子 但你都看到一些光澤 一些紋理 沒錯 其實我覺得現在技術可以做到很厲害 雖然有不同的品牌都聲稱做到2億像素 但你說2億像素而照片 我是覺得值得走2億像素 這次好像是第一次 它的顏色是比較討好的 我有點東西想試 你嘗試幫我拿著 就對了 就是這裡 我就是想看一看 2億像素拍出來的照片 你可以看到 一張照片是37.44Mb 解像度本身就是16320x12240 這就是剛剛出來的原始資訊 這張照片仍然都是用JPG的方式去儲存 如果它是用RAW的只有9千萬像 就沒有足5億 除了這件事之外 趁這個位置 我現在在尖沙咀的鬧市 我相信大家最想知道的第二件事 就是上網的速度是怎樣 這部機是借回來的 所以沒有Speed Test 但若果的速度 其實大家都可以透過瀏覽器 Fast.com可以做到 即管我們現在試一試 沒有花沒有假 一鏡過 其實你看到就不是 因為可能是一個瀏覽器的關係 所以就不算太快 數字上我又不覺得 一個很刺激的數字 幾個原因 第一 這裡人多 上近 這裡人多 第二 因為這是一個網頁版的關係 所以變成出來的數字 又有80多度 但如果你用5G 其實它就應該未發揮到它的功效 不過我們剛才看到 現場有很多人一起上近 可能差一點 是 去到100多 最後它現在去到100多 這個時間除了這件事之外 我們最想試的是 究竟這部機器是否順暢 現在我們同一時間 就跟大家去做 我們看網頁這個功能 現在可以上回我們 新城電台的網頁 maturadio.com.hk 因為現在的網頁日吹複雜 現在又越來越快 去到107 大家看到 這次好像比我們平時試機的時候 反應環節要來得快 咦 這麼多人來講 而且我們已經在海中心 其實這個位置都算是出了維港中心 是快的 大家看到整個表現 算是相當不錯的表現 既然是不錯的話 我就大膽一點 去Youtube找些東西來看 有什麼東西看 我們可以找回我們 新城財經台的東西看 Metroradio 我們先看看有什麼東西看 新城財經台 我們不如現在選一個選股問盤來看一看 我們現在這個時間 廣告都算是做得很快 其實這部機 你說上網的速度 其實就沒有再提過 說會有一個突破 但你現在看到 這個是一個即時的表現 這個不是錄影 你看到整條直播出來的效果很厲害 沒有起格的 如果你說可不可以再看得真一點 我們放大一點來看 那你會看到 其實現在這個直播出來的效果 它做什麼呢 這個直播出來的效果 你見是相當不錯的 就是完全不適合 亦都是沒有起格 亦都見到 其實整個是 我覺得是完全接受到的 我又想試一下 好 比如說從上一代比 那個螢幕 其實因為我剛才 我們未開機之前 都覺得螢幕的顏色挺漂亮 是 譬如說試相機為例 好 我們現在試螢幕的顏色 大家拍照同一個位置 這個就跟螢幕 以及本身的鏡頭兩樣東西都有關係 你會見到 很明顯 對 光一點 因為現在現場是比較昏暗 上一代也是跟現場環境暗 但是它現在 新機在左邊 是比較亮窄一點 鮮艷一點 不夠燈光的位置 你都可以看到螢幕很漂亮 是 我們之後都會借這部機 回去和大家 再做不同的測試 包括拍攝夜景相 還有一些微距的相片 我們都會做這個測試 今天我們這個發佈會 現場直擊時間就到這裡 或者稍後看看 能否拍攝夜景 沒錯 待會回來 我們還有第四節的 民喚潮人 待會見 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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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